當然大家都希望團結 民進黨希望團結 國民黨也希望團結 唯有團結才可以在2020推出最強的人 但這個團結我們一直講 很多觀眾朋友覺得說 你們不要一直罵誰罵誰罵誰 為什麼不能罵 不罵這些人他們永遠有私心 只要有私心永遠就無法團結 只要有私心無法團結 推出來的任何人都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就講你不要看國民黨 你去看一下這個民進黨 今天出來的不管是蔡總統 或者是賴清院長會不會傷 傷啊兩個人殺來殺去 怎麼會不傷 所以如果你們希望未來國民黨 代表國民黨出來這個人 他是完美的 他是能量被保持的 他是沒有受傷的 那現在就應該趕緊收起私心 才是真正的團結好不好 婚琳姐你怎麼看 其實我這一點我可能跟這個韓冰 不是高雄韓國瑜市長女兒 我們在現場的韓冰 南韓冰 北韓冰 北部的韓冰 北部的韓冰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想法 其實我知道很多這個基層的 就是支持韓國瑜的人 非常非常的焦慮 這個我們都了解 但是我還是要請大家稍微保持一點耐心 這個我等一下會細縮從頭 就是說為什麼要保持一點耐心呢 大家去想想看韓國瑜出來的時機點 到底是早有利於韓國瑜出來 還是稍微晚一點有利於韓國瑜出來 就是說現在最希望國民黨的 趕快推出候選人是誰的 這個人叫什麼 除了韓粉以外 很多是民進黨支持者 民進黨甚至說我們把初選延後 我們等到國民黨看國民黨是誰出來以後 再決定我們要找誰出來選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一個 因為你如果時間太早出來了 請問韓國瑜就算他是接受徵召好了 就算他是接受徵召 他這麼早的時間點 接受徵召出來以後 那後面問題是很多的 比如說高雄市誰接呢 誰接高雄市長到時候要不要補選 那麼他是兼職代職參選 還是不代職參選 如果他是代職參選 剛好又有很多的市政問題 把他阻撓在那個位置上的時候 這時候其實我覺得這些很多東西 都還需要鋪陳與安排 所以我覺得急急忙忙的 就讓韓國瑜出來了 不見得會是一件好事情 我其實跟私下也對政治 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也在談 他不用急 第一個國民黨你的智庫 趕快不管今天是誰出來 我們當然是希望最強的人出來 但是請先把比如說跟民進黨之間 兩岸之間的一些區隔 未來政策上的一些辯論 怎麼攻防 你通通都準備好了嗎 你通通都準備好 人選的部分我跟大家講 國民黨陷入一個困境 什麼困境 機身蛋還是蛋生機的問題 今天就很簡單 這個豬貨王或者是我們周縣長 周縣長當然不會 我最佩服他 他是非常的有度量 而且非常的大公無私 可是另外兩位可能會說 那你韓國瑜就沒有說 他一定要出來接受黨的徵召 那你現在就叫我退 那我是退什麼意思的 萬一我退了以後 那吳又下來選 那我不是白退了 那從另外一方面來講 就韓國瑜來講 因為王對他的確是三三造勢 高雄他欠了王很多的人情 那你說現在王沒有退 然後你就叫他急急忙忙的說 你出來而且我爭招你就出來 他也會有一些人情上的包袱跟壓力 最重要的就是他接高雄市政 才三四個月 所以高雄這個部分到底要怎麼安排 才能夠既符合 大家希望他出來選總統的心聲 然後一方面又能夠 讓高雄的市民不會覺得說 你看才出來沒有多久 就棄我們而去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細微的安排 接下來講到這個唐三藏 還有這個如來佛 我要講一下 其實在這個賴清德的眼裡 他早就已經點出來 他說這個韓國瑜再厲害 這個孫悟空也逃不出 如來佛的手掌心 所以他這裡講的如來佛是誰 當然不是吳敦義 他講的如來佛是對岸 你看賴清德其實心裡 覺得如來佛是對 不是不是 我以為他這個 沒有沒有 他那一段話講的是說 你韓國瑜再能幹 你也逃不出這個對岸的手掌心 其實我要講 我覺得如果拿這個 西遊記的這個比喻來講 我認為真正的老百姓是唐三藏 這一些像民進黨這些人 就是所謂的金腳 銀腳 白骨精 他拼命的想把 唐三藏的肉給吃了 然後可以得到 對 長生不老 然後旁邊這個就不時的就蠱惑 有一些妖精就來蠱惑 這個唐三藏說 你趕快念錦枯咒 你看他這個孫悟空又殺了多少多少 平民老百姓了 那基本上我覺得國民黨的人 不要再在旁邊 扮演豬八戒的角色 豬八戒跟這個 常常是在扯他的大師兄的後腿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黨中央的困難我不認為 我其實私底下我也希望了 我希望我認為吳主席的智慧 應該政治智慧沒有這麼低 關於剛剛主持人講到 要什麼Line 要成立什麼很多群組 我們不排除他旁邊 有很多坐轎的人想下來 抬轎的人不想讓他下來 希望在這個局勢 還不明的情況下 我用這些Line at也好 我用這些臉書粉絲團也好 我來試試水溫 我來做做最後的一搏 在韓國瑜從美國回來 真的答應接受徵召之前 如果吳的聲勢還是衝不起來 我相信他不會 他不會要出來參選 因為我真的相信 吳會想讓最強的人出來 我坦白講 今天這一局就這樣 我常常講 這是國民黨 2022年是國民黨的最後一搏了 如果國民黨整個黨 因為沒有徵召韓國瑜出來 而倒掉 對不起你們其他誰出來 甚至整個台灣整個中華民國 都因此而倒台的時候 誰出來又怎麼樣呢 誰爭到了那個位置 誰代表國民黨出現又如何呢 所以我覺得已經不是在這邊 只為自己的小我著想 而不能看大局的時候 國民黨當國民黨整個黨 覆滅的時候 覆巢之下會有婉軟嗎 如果說這個是主席身邊的人 就是說對這個主席的未來 還抱有期待 然後覺得說靠做這些事情 也許在韓國瑜 觸放美國的時候 聲勢一飛沖天 而且民調浮搖之上 那你可能白花錢 因為你們甚至還花錢去買贊助 這個民調我想 這個大家都是看在眼裡的啦 然後